喂喂哈老 significant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4號 攢豬首 啊大家如果還記得 你是何非凡啊何非凡是以前呢 粵劇年代的那位,今天說的也不是吳亦凡 吳亦凡就是很多人拿了那些相片啊各樣 就是那些對話嘛,是不是? 然後就在描繪吳亦凡的不是各樣啦 我說不清楚,假消息來的 是不是那些合成照片啊? 什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呢 君子無罪,懷逼其罪 吳亦凡,加拿大籍人士 那當然就是康明凱那一集啦,是不是? 最重要一樣東西,嘩,整十六億身家啊 給著我,都領領你啦 我是只對他負身家 那也都有人說過,說吳亦凡,很多粉絲的 加下這樣搞一國,用什麼叫什麼? 劫發牆各樣的那些東西的? 那我不知道啊,應該就不會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可能,他那些女粉絲來的 怎麼樣啊?隻隻黑玫瑰啊? 嘩,如果一隻隻黑玫瑰又真是惡頂啊,大佬 都不知道呢,以前呢 黑玫瑰是不是抄那個 合上了利益的東星班的? 你不是啊? 即是那一帶呢 你雖然就找了那隻 東星班去幫你手 但是呢,又沒有禮貌啊 禁止人入境都有的 至於那條東星班啊 你知道啦,那個地區 嘩,你真的不知道的哦 個個胡蘇勒特認不出樣子的哦 而那些女人呢,都是一隻黑玫瑰來的哦 只有兩隻眼 認鬼島啊? 認鬼島? 有認鬼島的好的 至少不用被人咸豬手了 是不是啊? 人家就不咸豬手了 直接啊,就地解決啊那些是吧 今天說誰呢? 沒錯,就是講這個咸豬手市長 那些不是市長,市長是白師豪啊 這個是州長 紐約州州長 你記得他嗎? 民主黨的一元大將 民主黨有哪些大將啊? 有庫摩啦 這個右邊的紐約嘛 還有,當然就是加州那個 嘔心啦 嘔心呢 他通常牽涉到的 就是那些公子戈儀 二世祖 以及啊 對周民不公的一些事件而已 所以有很多人 File了 要求罷免這個嘔心 那以及啊 嘩,這傢伙真是 跟佩洛西太后一樣 索了不知道什麼啊 竟然啊 就將好多重罪犯 啊 就一一釋放 就是這些叫什麼啊? 我屎你都不好過 罷免我啊 啊 是不是這樣啊? 加州真是被這傢伙 啊 以及那隻Kamela Harris呢 那隻黑猩猩啊 嘩,搞到烏煙瘴氣 不知所為啊 那但是 富貴就險中求啊 如果你真的想賺錢的 喂 不妨走去那邊啊 750元美金以下的案件 全不受理 750元美金是什麼概念啊? 87就56元 好像記錯數 哪有這個這麼少? 是950元啊 例如7500元案件啊 也就是說 各下呢 日生 啊 如果你認識 可以達到這個 7500元啊 還有 他是以個人計算哦 就是被老粒者哦 他不是計老粒者哦 也就是說 你只要不要超過那個quota呢 每天啊 劫十隻小肥羊的時候啊 有9萬多元哦 日生哦 剩下30元 啊 再加上他是沒有限槍令的嘛 加州 無愧那個加字哦 真是不停地為你添加財富啊啊 好啦 不過今天不要說加州那邊先啦 粒粒聯 今天說的是紐約 紐約的Kumo啊 拜登的Fan啦 鹹豬手集團 最近 我都猜不到啊 因為紐約呢 我以為那個州的總檢察長 就應該都是他們的人啊 但是最近 正式立案哦 就將這個Kumo 起訴 啊 因為啊 最清啊啊 他那些鹹豬手案件呢 有多個人一起啊 啊 就已經證實案件的真實性 就是那些什麼立案調查啊 90天追蹤源頭啊 你聽到的時候 啊會不會有一絲絲的興奮感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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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如啊啊 講下紐約州那邊那個司法部做過什麼 當日啊 就是不知哪解的哦 他們可以很容易的這樣呢 就將特朗普總統身邊那些人 一個又一個的叫走 而紐約司法部 啊就將 特朗普總統身邊的CFO,當日就抓走了,就要叫他那把金口 當然啦,就是想對這個特朗普總統啦 而事實上,當日這個司法部總長做檢察的這個,未參選之時 就已經說,他的政功就是要拿下特朗普 那你說了,今時今日,他就立案調查各樣 其實呢,就只不過,現案不可以交給其他人而已 而事實上,鹹豬手案件都只不過是其次 Cumo最嚴重的罪行,是說當日,也不僅他 有五個民主黨的州長,就說Mid Reagan 即是你知不知什麼?Mid Reagan先 以前呢,成吉思汗時代,蒙古就流行的 將那些感染源,臭臭的那些,就用這個投石居 噗一聲,那頭去對方的城堡裏面 因為這些呢,就有些瘟疫的,所以,就可以傳到周圍都是 這個視為攻擊的其中一種方法 漢武帝時代也都使用過這種方法 就是,將一些染了疫的,也是啦 那些BODYS,儲了一堆 那跟著呢,他自己,可能編一下馬各樣呢,極綠極綠 啊,跟著有些車,就運去鮮魚那邊呢 令到他一大群人感染,但是他們自己呢 就在那裡焚茅忽,將其中一段路就封死 啊,等那些群呢,就不會走回頭 這些視為Mid Reagan 而民主黨,那些州長呢,當時是怎麼做的呢? 他們就在2020年年初,就將一些已經感染了的老人家 啊,那已經知道的了,就送返這個老人院 那你知道啦,老人院這些,學羅志剛說的頭啊 就是那個65歲都是中年那些啦 那他那些老年都七老八十的了 抵抗力,就是你普通雙風流感 都已經拿你命三千的了 更何況整隻這樣的東西他嘆 那所以很多人呢,就因為這個疫情上升 就說特朗普總統控制不力 那我覺得是的,直接應該將特朗普總統抄家啦 原因很簡單,有什麼理由啊? 你可以任由這些人這樣做 然後沒有後果才可以的?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他都是廢的啦 無力啊,就是什麼都做不到 大權不在他手啊 那所以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呢,就不應該怪罪於他 那可能是啦,如果他沒有那個能力 你沒有得要求他,可以運用一些他運用不到的權力 那這個就叫協泰山以超不海 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啦 用不到,那就沒有辦法 那但是也解釋了給你聽 那如果當時你有做統計數據呢 整筆COVID-19的死亡上升數字,確診數字啊 在民主黨的州份裡面呢 如果你計總數啊,藍州那個數字是大幅超前紅州的 那你說這些人命關天的案件重要一些啊 定還是呢,是現在那個檢察總長啊 在這裡說的這些鹹豬手案件重要一些呢 就是如果深水清的 例如共和黨的議員Alice Stephanie 他就說到Cumo啊,是要立即被逮捕的 因為他犯的過錯,就不只是鹹豬手 你要問的就是,為什麼當日 特朗普總統準備了一架醫療船 然後Cumo,完全棄枝不顧 完全沒有用到呢 當日我都說了,這傢伙古古怪怪 是說2020年3月時候了 又為什麼他把特朗普總統提供給他的呼吸機 全部放在倉庫那裡又不用呢 然後最離譜的就是,在那一刻 他說沒有收到任何的呼吸機 更重要的就是,他跟著啊 就說這個特朗普總統抗疫不力 沒有提供支援,那還有當然就是這宗 Mid Reagan事件啦 將那些老人家當人球這樣踢入老人院來 那其實,你將他們當人球 踢入老人院又沒有什麼的 但是那個問題,喂 你踢那球是dirty ball來的喔 殘酷一點這樣說是這樣啊 這個殘酷一定,你沒有理由 就是老人院你不檢測的時候啊 就收這些這樣的人事入內的啊 你這樣啊,就是跟處決其他老人家沒有分別 咦當然啦,我想老人院呢 就是香港都很多的啊 都是民主黨的一大生意 是啊,開老人院都很賺錢的啊 那還有你會發覺啊 一命就換一命 他們似乎啊,就是借這個 HUMO,這些鹹豬手的打擊 然後就開始攻擊佛羅里達州 以及德州的兩個州長 包括啊,就是當日特朗普總統時代 喂,你的州長很大權的啊 總統是沒有權命令他們做什麼 又或者不做什麼 咦?現在反過來 這個拜登呢,就POSE 他那隻Pansaki 一聽到都只是哥基那些啦 那在這裡攻擊佛羅里達州州長 以及德薩斯州州長 咦?你不是說州郡自主的嗎? 但是啊,他就在這裡說 這兩個州長就很應該怎樣啊 你很呼籲人vaccination啊 接種啊,戴口罩,學校都要強制 那然後,哇,美國文匯報上身啊 他就說這兩個州長要怎樣啊 在履行公共健康 和玩弄政治之間呢 做出選擇 是不是很熟啊?那些口問 那當然啦,如果你記得 Pansaki啊 不是當日頂帽子有顆星星那個 而佛羅里達州州長呢 他是站得硬正的 無論口罩上,疫苗護照上 強制令身上 他都為佛州的居民 分取了更加多的權益 所以目前 在之前那集說到了 你的Delta 為什麼? 其他州份就沒有出事 集中就攻擊佛羅里達州呢 有他獨特的緣故呢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